地铁一号限自2014年全面开工以来 目前已完成了19个车站主体结构施工 岛内不少站点已经提前开始拆除危挡 减少对周边交通的影响 其中呢 湖滨东路站主干道危挡 这周末将基本拆除 危挡范围将缩小80% 湖滨东路站从2013年10月开始危挡 共进行了四期危挡施工 在湖滨东路站以东的区域 记者看到 这里的大部分挡板已经被拆除了 危挡里的路面结构也基本完成 工人们正在进行路面清理作业 施工单位介绍说 危挡拆除后 危挡两侧劈开的六个车道 将还原到道路中央 恢复施工前主车道的位置 危挡现在已经在做这个 这周五拆除了一个准备 陆续有期危挡已经在部分拆除 同时我们是在做一些这个设施 交通设施这样一个完善工作 计划是在本周末 达到我们把主体危挡收回 进入附属 以及我们铺轨的一个这样的工作 下一步的铺轨工作还需要 轨排基地 因此湖滨东路站西段的危挡 只能进一步缩小 仅保留一个长约150米的轨排井 预计到年底可以全部拆除 湖滨东路以西这一段是在中间有一个轨排井 然后两侧过三个拆道 就是能确保这个就是双向楼梯道 这样一个交通组织 此外 乌石浦站也将在7月20号左右 拆除南端尾档 连同北端以及中间区域的整个站点 主干道尾档 计划在8月底拆除 按照进度 湖滨东路 连板 乌石浦 唐边 火炬园 电钱 高旗等7个车站 都比原计划提前了2到3个月缩小尾档 并把尾档范围缩小80% 确保主车道通行顺畅 为地铁2号线 湖滨北路段4个车站 本月全面施工创造条件 此外 本月底 莲花路口 旅措以及文造等三个车站 也将把尾档范围缩小90% 基本恢复主车道通行 比原计划提前一个半月到两个月 本台记者和通讯员报道